好 六的話 比 哇 跟右邊比 它這小多了 不過還是蠻重的喔 並不是小多了就不能寫重 算重的 你懂 前面很小對不對 後面這一段很大 它縮緊這邊又縮緊對不對 然後下面這一段拉很長 它的結構體法則其實蠻特別的 那個緊的地方非常緊 緊的地方非常緊 拉開的地方非常長 拉開的地方非常長 這種節奏感做得超清楚的 好 回 回 向中間集中 張開 向中間集中 因為發現它的縫隙都很大 可是很大歸很大 它突然擠的時候又非常的擠 這邊又非常的密 就是縫隙縫隙很大 然後突然又很密 做粗隙拉很長 然後突然又很短 然後拉開鋪開稍微做一點粗隙 所以你看這種 拉得很長 然後這裡壓縮得很短 那這裡拉得很開 中間做得很緊 它這種強烈的說明 做得就是誇張啦 小小的很可愛的日 小小的日 好 再過來 這邊抬起來 抬高 右邊比較長喔 長 然後再縮進來 好 那你可以發現 它在做這種縮短伸長的時候 其實很誇張的 這上面又很小了 然後下面又拉得很大 然後拉得很高 然後又縮得很窄 短的 這裡 第一個 縮窄 縮窄完以後幹嘛 一定拉開 它的節奏感就是如此 縮緊張開 縮緊 縮緊 然後又拉得很平正 這平正真的不用拉太硬 我覺得稍微有一點晃動會比較好 他 縮緊 然後再下面還是縮緊 只有後面稍微拉開 交錯 縮小 分開 压扁往上抬铺开送上去